全世界大家都知道 全球每一个国家的经济景气 经济成长率全部都往下掉 怕recession更怕depression 萧条都有人在讲了 而且明年还有人唱 虽说持续不好 但怪事发生 什么怪事呢 来请看 如果经济差得不得了 我还需要买东西吗 我不买东西 怎么会有运输呢 运量呢 根本就不用了 结果波罗电指数 散传的BDI指数 连续七周呈现了上扬 超过三个月来的高 而且科技业 全球第一款的 miniLED的笔电 RMB正式问世了 我们国内的龙达说冲 到底它的业绩 会带来多好的期待 庆龙请上来 良好有愉快 不好意思 虎可集团旗下的红堂 说第一季的获利恐怕大减快要一倍 所以先来看这两个好的怎么回事 其实我们在观察全球的经济 其实有一个领先指标 是大家可以要去关注的 就是波罗地海的BDI指数 因为波罗地海的BDI指数 反映全球工业 还有所谓大众物资的需求的状态 那我们看到这一次连续七周上扬 主要的原因 看一下我的字卡 其实市场是解读是因为中国大陆是第一个受疫情冲击的一个国家 他们现在目前也是首个走出危机的国家 他们目前大多数的很多工业活动都已经开始出现回暖的状态 再加上他们先前的库存 钢铁的库存是已经降到一个相对较低的状态 所以也造成了像目前这个所谓的船的运价出现高涨的一个内容 可理解中国大陆是全世界第一大原物料进口国 第一大原物料的消费国 尤其像是包括了印原料 因此中国大陆开始复工之后 就买这些东西 就买一些铁矿砂这些工业的原料 还有这些载煤的这些原料 其实有需求有上来 那这个需求上来就真的能代表这个经济见曙光吗 因为它只有中国大陆啊 其实我是打一个很大的一个问号 我们重新回到上一张的那个字卡中 其实BDI指数啊 其实这一波啊 其实它会出现连续7周的上扬 我觉得有几个角度 第一个就是它是 基本上它是跌升后的反弹 因为它去年的9月份啊 大概还在2500点 那后来跌到了最低点大概400 410点 这个跌幅是高达80%以上 这跌幅80%以上的时候 当然也会反弹一些 所以目前来讲我们认为 这个其实并不是需求端真正的强劲付出 单纯只是这个跌升后的反弹 那另外我们把这个清掉 我们在观察波浩地海指数 有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它这个指标大概在落在1500点啊 这个可以视为全球景气的 是处于扩张还是处于衰退的状态 像比如说在去年大概11月份以前 整个全球景气都很好 那时候我们怎么看全球景气 它都在BDI指数都在1500以上 但是现在基本上 它都是呈现一个衰退的内容 这个点好 所以庆隆我问您 之后假设了 因为美欧陆续也要复学复工 所以中国大陆现在带动了BDI指数 因为他们有些的原物料的需求 然后如果美欧亚 中国大陆这些经济景气复工之后 慢慢都起来了 BDI指数回到了1500点以上 才叫做全球经济景气 见到了一些曙光 对 要1500以上才行 那另外其实现在目前全球景气 其实出现一个 比较不明确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们看我们下一张字卡 也很明显反映在鸿海集团 的一家公司的获利上 鸿海旗下有一家 鸿藤它是做连接器的 它连接器的公司 那因为它本身是深耕种 非平阵营安卓的手机客户 那DG它受到停工的影响 因为它主要的工厂在中国大陆 所以它们造成业绩大幅的下滑 那三月份虽然已经复工了 但是现在目前全球的市场的需求 又高度的不确定 这就我们昨天追的 你复工有什么用 你接不到单子 欧美国家不下order单 对 所以造成他们第一季的获利 是大减97.8% 那我要跟观众朋友报告 接下来我们看到很多的企业 都会面临相同的状态 就是获利会出现大减 尤其第一季 为什么 因为第一 先前是因为停工 后来复工之后 全球的需求又高度不确定 所以唯有去找一些新的方式 才有办法突破目前的困境 那鸿海集团 他们除了本身的手机之外 他们还预计要往汽车产业 往工业用产业 往医疗等这些终端的新应用 希望能够在这个市场中 再去找出另外一个 可以去支撑公司营运的一个方向 所以鸿藤做这么多 鸿藤是做连接器的 连接器目前是用在手机上 而且是非平阵营的手机 那为了 但是这个市场在衰退 所以他们希望未来能往汽车 工业跟医疗去运用 那我来个大谈假设 鸿海集团或鸿藤 这些的公司 因为现在业绩都不好 那最坏的情况 将会落在什么时候呢 什么时候业绩会逐渐的 稍微好一点点的 我觉得这要到下半年 第二季之后 才会出现一个比较 因为现在第一季 其实是影响蛮大 那第二季其实也都不好 所以第二季 财报要公布到八月以后的事了 所以我们应该在九月以后 才会看到一些 比较好的一些曙光出来 这个时间表我也认同 因为第一季 是中国大陆疫情最严重 第二季变成了 欧美国家疫情最严重 欧美国家牵动是全球的 中国大陆牵动是全球的 就这么简单 所以我们等第三季好了 接着有一个好消息 我们再来追这个miniLD 对我刚才讲其实当山不转 路可以转 当我们此路不通的时候 去寻找新的 我觉得台湾的LED产业 有找到这样的一台出路 过去这一段时间 LED产业被中国打趴到地上 但是我们本身 我们台湾的业者 开始往这个所谓的miniLED 去跨境 那因为今年以来 其实我们看到蛮多的各大品牌 都开始即将推出 miniLED的产品 所以我们预计到2020年的时候 这个渗透率将提升到 8到9% 换一下以后每10台里面的笔电里面 大概就有接近一台 可能就是用miniLED 所谓的渗透率 就是这个市场当中 有多少人使用它 这叫渗透率 就像刚刚庆隆说的 如果达到10% 就是10个人就有一个人的笔电 是miniLED的面板 对而且miniLED是台湾LED产业的希望 是因为过去我们在讲面板产业的时候 台湾其实被韩国业者打拍在地上 是因为他们推出所谓的OLED 这是新的一个面板的显示技术 但是这个miniLED它的解析度 是可以跟OLED差不多 但是它的价格 其实只有OLED的70到80% 那性价比就高了 性价比很高 而且它的寿命更长 OLED顶多用个两年 miniLED至少可以用个六年 用的更长 而且它产品可以做得更薄 大概减个大概10到15%的空间 所以这个每一个的条件 都比这个OLED还好 所以基本上 为什么会有各大品牌 要开始推动miniLED 基本上其实就是看到这些的优点 而这些的优点 因为目前的价格 还是稍微偏贵一点 所以初期的应用 都还是在高阶的笔电上 或者是一些电竞 大家在玩游戏的 桌上型的那个显示幕等等 但是对台湾来讲 其实一个非常大的机会 所以我们已经目前 已经看到很多的厂商 miniLED的占营收的贡献 已经开始快速的拉升了 我们刚才有提到说 达 隆达 它预计今年可以来到7% 那甚至晶电 预计在第四季的时候 可以来到15到20% 我们过去在观察一个产品 它能不能对这家公司 产生绝对性的影响 有一个叫做Sweet Point 就是甜蜜点 这个甜蜜点大概落在15% 只要它这个新的产品 能够达到营收 达到15%以上 后面对它产品的贡献度 会快速的拉升 那目前我们看到 晶电应该是有机会 在今年遇到 然后隆达也有机会 在今年甚至明年之后 看到这个Sweet Point 所以整体来讲 都有机会去带动 台湾LED产业 出现谷底翻转的契机 所以庆龙你这么一说 观众朋友我超级有兴趣 我讲的是未来市 因为现在iPhone的手机 面板几乎都是跟 神送买的 神送是全世界供应最多的 OLED大概九成都神送做 但是人家比如说 iPhone手机如果摔坏掉 破的是面板 你不要换了啦 因为面板贵得不得了 就是因为OLED的成本太贵 因此如果我们的miniLED 可以跟它差不多又便宜 会不会不排除 未来的某一天 苹果的iPhone手机的面板 用我们的miniLED呢 绝对会 Yes 真的有可能 绝对会 这个是苹果想要摆脱三星 其实最重要的一步 就是要往这个miniLED 那其实台湾在这一块 其实是布局的蛮深的 所以我知道您要问的问题了 再后一张来检查相关标的 所以我们来看 目前其实LED 我们刚才说蛮惨的 就居两家业者 隆达跟金电 他们到目前为止 其实公司都是亏钱的 但是亏钱的情况下 当然不可能有出现 所谓的殖利率 因为公司配发不出股利 但是他们优点是什么 股价净值比都很低 你看隆达的主价净值比是0.7 金电的股价净值比是0.8 都不到一倍 所以他们就具有 所谓的转机的题材 所以最近其实也获得 法人的一个持续的买超 法人有买喔 对最近20天是 尤其金电买的 张数还蛮多的 而且最近一个月涨幅 其实像龙达来到31% 金电是来到29% 这个都还是 我认为未来 其实他都有往靠近 一倍股价净值比 去走的一个状态 那另外像鸿海 鸿海本身 其实他因为 现在目前公司 还在进行一些 产品的一些调整 还有一些全球经济 比较负面的一个状态 所以最近20天 法人是站在比较大的卖超 而且他的平均的涨幅 也是比较落后的一个状态 那唯一他比较让投资人 可以长线可以去思考 就是他本益比 大概只有8.8倍 然后殖利率 如果以他去年的殖利率 来鼓励来讲的话 应该是也有机会来到 5%以上的水准 是相较来讲 是比较具有比较 可以防守性的这样标定 那BDI指数 所能够受惠的标的 我们提到的是 育民跟新兴 他最近一个月涨幅 其实都蛮大的 那我们看看法 其实都是因为 他因为不前的短线的涨幅 其实已经过大了 所以我觉得 投资人反而在这两档的操作上 尤其今天 其实星星还在涨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大家稍微要停看听一下 感谢庆隆 非常谢谢您了 这样表格稍微补充 黄色的是本益比 然后这个没有颜色跳出来的 是股价净值比 今天包括威良跟庆隆 都常常会用股价净值比 跟大家做一下比较了 股票的好 来自于很多的数据会说话 因此我们就观察看看了 开始帮大家进行结论 先从下死人眼 史上第一次 美国油期货商品 刚刚预恒说到了 五月份合约 就在今天4月21号 进行结算 结果图一下就知道 竟然每口杀到37.63美元的油 当然也许你会问说 怎么会这个样子 所以油的后市就看得很惨吗 错 因为刚刚预恒有张资料 带了六月七月八月 往后走的所有的 近月跟远月的油期货商品 他们的价格 竟然价格都是越来越高的 换句话说 油的期货商品 从近月到远月合约 正价差是常态 所以油会再崩跌吗 有一直唱衰吗 没 以郁恒的判断 应该大概在20块钱 付近百度 可话说回来 他也提醒您了 如果现在油 大家还是比较偏保守 需求还是偏弱 那么提醒您的是 在油六月份合约 结算的那一天 六月份合约结算的日子 秀给您看 就在下个月的 5月19号 我印象中 应该还是会有压力 我们给大家瞄一下 因此提醒您 六月份合约 没有错就在5月19号 进行结算 所以在5月19号之前 盯着看 油还会有在杀低吗 但是恐怕还不会再那么夸张 跟严重了 基因的部分不一样 还是继续走多头 这是郁恒的第一个重点 第二个感谢微良 他说就算现在 9月底之前 元大标普 元油正二 ETF 是不会下市的 这是确定的答案 但拜托您 愿意价将近三倍 不要看出净值 这么低 意价这么多 3块钱很便宜 照追不误 不要 他的建议呢 三条路 给您做参考 来请看 如果您持有部位 是比较偏少的 还是赔点钱 您就出场吧 不要再参与其中 因为微良刚刚讲得好 等到现在5月份的油期货 不是已经结算了吗 正有两倍 包括了油期货在内 因为每个合约 都是越来越贵 现在的ETF呢 发行商就要拿更多的钱 去追买下一个合约的 油期货商品 所以净值就会越掉越低 因此麻烦您操作这项商品 请小心 另外一个就不用小心了 因为我觉得 布尔棒 感谢微良今天有说 台塑四宝 这张图太重要了 现在是不是一个存股的 好的时机点呢 他说yes 除了这一档例外 其他的今天都来到了 粉红色的存股的 高股级值地的买点 这是呢 这个第二个 微良所提供给您的 分享第三个 就刚刚庆隆说的 现在来看 BDI指数 来到了七周走洋 然后行情就很好吗 全球的经济 就很旺吗 错 因为这是来自于 中国大陆的需求 所以BDI除非日后 不要涨到 1500以上 才代表 全球经济景气 转好了 那这个呢 第一季的获利 可能不是只有 它大家做科技相关商品 第一季的业绩 都怪很难看 反而值得期待 是台湾的mini-late 透过庆隆一说 我才知道原来台湾的mini-late 很倍儿棒的 便宜比O-late便宜 然后呢 这个解析度啦 给跟它相近 因此性价比高的mini-late 相关的厂商 最后一张 您就分享咯 总之呢 这些的大主题 掌握到讯息了 接下来我要追问大盘 不过说到大盘 明哲要说之前 我先检查 外资 你现在到底今天 真正的想法 可怕的是在现货 问一下月横咯 现货卖得如此之多 昨天玉堂的提醒 幸好我们也察觉到 不对劲了 从上个礼拜五开始 礼拜四 五 这个礼拜的一 选择权 原来已经做空了 从当天的变化 就知道 难怪金额 连续两天 加总起来 外资心态是偏空 所以我颇害怕 现在的逆价差 期货具有价格 发现的功能 期货的逆价差 会不会就是把现货 往下带的逆价差 本周的外资 是不是开始已经翻空 保守操作呢 其实在今天 外资的期货 是做多蛮多口的 那它的现货的卖方 加上期货的买方 我们可以把它视为一个价值 就是它的期限或价差 那个套利 所以我们在这边可以去判断说 他在这边其实并没有太大的追杀的力道的意愿 他在这边就开始做一些套利 也就是九十点的逆价差 对他来讲 是已经可以足够做一个套利 对啊 可是期货这个单子 我要问一下 因为期货的单子 期货多单 再加是没错 可是纯粹是为了套利啊 也不是真的做多台股啊 所以我根本压根不想看他呀 所以他在这个地方 我觉得认为他做一个 比较偏中性保守的来看待 他在现货这边做卖方做一个调节 其实还是主要看 在油价大跌之后 美股的部分 今天晚上是不是持续做一个修正 那他在选择权这边 其实已经也布好了 避险单 换句话说 如果美国股市日后继续跌的话 外资在台股的操作就会偏保守 那威良也是期货专家 我要个答案 昨天我问玉堂 幸好我有追问 今天继续追问威良了 明天过后 现货先来 明天而后 看到外资如果怎么样 行情就会越来越弱呢 答案 我觉得就是连续卖超 因为基本上 其实上周开始 已经有点这个买卖互件 但是如果说连续三天都在卖 而且金额是在扩大当中 那其实就要很小心 台股可能就会有 比较深的一个回档幅度 那选择权如果也继续偏空呢 当然目前来讲的话 选择权其实已经看出 除了避险之外 应该也透露出 就是担心可能随时 会再有一个比较急速的修正行情 没有错 你看从玉航到威良都提醒您了 美国股市如果来个急速修正的话 因为华尔街有个声音说 美国股市顶在高档 其实这个没有经济那么好的支撑 可能美股会在大跌 如果美股大跌 外资会偏保守 再加上选择权 如果每天的做空口数 都大过做多的口数 还有现货部分 威良有说 如果连续三天 都是绿棒子都在卖 那么请小心 外资转空就转定了 台股你就要心理准备 总之先把讯号报告过了 我们进广告回到现场之后 时间都交给明哲 结大盘更要来结 那美国股市也会被敏感的财报周 给牵动着吧 所以到底美国科技公司 哪些的财报周 即将要公布呢 业绩台湾的相关联动 是这样联动 还是这样联动呢 咱们参照